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 冰中首长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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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视为是西蒙堡礼的槟城 周选提名日都还没有到 就先后传出了三位 可能会顶替曹关友当首长的人选 从一度传出林冠英回国当首长 到国盟的旺塞夫 点名现任的副裁长沈志强 会接棒上位 今天则是轮到民众党 放出风声 给出了立刻他们说 是会飞向过河的人选 就不知道这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 难道曹关友真的要被拉下马 无缘再当首长了吗 是火箭内部斗得风风火火 还是隔岸关火的国盟刻意点火 营造火箭很乱的假象呢 从几个月前就传出火箭内部 酝酿着倒槽行动 突入要给林冠英回归当首长 虽然当时候当事人很快就否认传言 但是江湖上吹的风 如今是越吹越猛的 两天前土团党的最高理事旺塞夫大爆料 声称火箭密谋推一名新人 来取代曹关友 这个人马就是大三角的国会议员沈志强 自然沈志强是否认了这项消息 而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壮福也回击旺塞夫说 你是火箭秘书长吗?管好你们自己家的事 不要来给伯 但是旺塞夫还是不死心 惊咬着陆壮福没有正面回应 就挑战陆壮福出来保证他们不会换人 接着他还细数自己过去的神迹妙善的例子 他说自己当年不管是马六甲换首长 还是柔佛前大臣哈斯尼在周选之后没有办法连任 以及全国大选之后他抱怨安华的扎西 有秘密见面会谈等等等 这一切他都一一猜对了 好了好了 如果这次真的猜得这么准的话 那我们就送你这个老拜恩一个神机妙生的牌匾就好了 再来第三个首长人选也是来自国盟那边放出的消息 民政党的宾州主席胡洞强就发文告说 根据他听到的风声 胡建的熟理主席戈宾欣将会出任下一届的宾州首长 虽然没有说明理由 但他就公开施压陆壮福和林冠英出来面对 说清楚到底谁才是下一任的宾州首长人选 胡洞强认为选民是有权之道 谁是继任者的才能决定他们要把票投给谁 这也会牵动到宾州未来的发展 我们目前很关心宾州的首长人选 一直高喊火箭内乱首长要换人座 这是不是有心人在企图复制2008年 当年许子根选择上京不继续当首长之后 民政党爆发内乱由邓章耀 李嘉全和丁福南的首长之争在上演 进而丢失了宾州政权的局面呢 当年宾州民政党倒台的方程是 是不是有人想要直接copy and paste 希望用这招来搞垮行动党呢 相信这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你认为岛槽传言是无风不起浪 宾州火箭内部是不是真的出现内乱 还是纯粹是有心人企图炒作捣乱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记得留守热点HousePod 带你关注更多的六周选情大小事